是谁在恶作剧 可走近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具尸体 尸体的眼球呈蓝色 吓得他慌眸而逃 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就给大家讲 神色第37案 因为在军的擅自行动 破坏了BOSS杀害清晰的计划 他因此非常生气 于是派人传话 说是给在军一次机会 如果完不成交代好的任务 他会按原计划除掉清晰 而此时的清晰 正在医院看望多美 他是振宇在住院期间认识的好朋友 多美患有前庭神经眼 病情不太严重 住院主要是为了疗养 他之前还活蹦乱跳 没想到会突然昏迷 多美从出生起就没见过母亲 父亲在国外工作 这段时间都是护工在照顾他 振宇已经联系了他的父亲 应该一两天就能回国 振宇从清晰离开时 猛然认出他身后的男人 就是那天的神秘人 而他出现在这里绝非巧合 等振宇反应过来时 清晰已经坐电梯离开 男人一路跟踪清晰来到地下车库 因力量不及对方 清晰很快一路下风 就在男人偷下杀手时 振宇及时赶到拦下对方 再次施展了旋风无影脚 男人不想与他纠缠 便朝清晰走去 这时振宇发挥男友力 徒手挡住对方自来的刀 直到保安赶来 对于这次的袭击事件 清晰也一头污水 于是拜托振宇不要声招 他会私下调查此事 做了简单的包扎后 男人又开始处理新的案件 昨天夜里 一名失联了三天的高中生李宗贺 在学校走廊的石膏巷里被发现 正于判断他患有红膜异色症 这种病有多发于猫狗等动物 在人身上并不常见 宗贺的父亲曾是驻韩美军 因为犯罪被遣送回国 母亲病故 现在宗贺有小衣服养 据目击者所说 当时发现死者时 裹着他的石膏像有血泪流出 但奇怪的是 宗贺的眼睛并没有受伤 经尸检发现 宗贺颈部的伤口 是一种短小的戾气所致 伤口处沾有类似泥土样衣物 身上有多处瘀伤 说明有被施暴的可能 凶手将死者做成石膏像 应该只是为了方便遗弃 发现尸体的走廊 并没有安装监控 案发时间又是半夜 没有可疑人员进出学校 管理美术作品的老师坚称 此案和他们美术部无关 因为那个石膏像做工粗糙 一看就是外行做的 但郑宇提出 就算是专业人士 也会有意把石膏像弄糟 好混小事情 嫁好他人 况且学校不只有学生 作为美术部的老师 也有很大嫌疑 说吧 警方在美术室发现了 青里锅的血迹 这里很可能是案发现场 郑宇从班长那里了解到 宗赫因为天生意统 经常被班里同学嘲笑 每次遇到麻烦 都是东俊帮他出头 两人从小就认识 关系非常浅 但最近 两人好像闹了点矛盾 彼此见面就像末世人一样 美术老师作为嫌疑人 被警方带回警署 接受调查 他声称案发当晚 在公园喝了点酒 之后就回家休闲 但没有人能证明 美术部除了死罪的宗赫 还有八个学生 他们都有明确的 不在场证明 据宗赫小一说 宗赫为了考美大 每周三都会晚归 独自在美术室练习 宗赫的手机 从上周住小虹 就没有再用过 但他能感觉到 宗赫最近恋爱了 但他并不知道 对方是谁 经检测发现 宗赫伤口处的异物是胶泥 而胶泥中 还有雕刻刀的相关成分 结合伤口的形状来看 凶器应该是刻刀 但现场并未发现这把凶器 自从宗赫来到首尔 清晰总能遇到奇怪的事 最近又差点被行刺 清晰怀疑 这一切和宗赫交给他的案子有关 他问过负责此案的警署 根本没有那样的案件 而且事发工厂早已关闭 得知清晰去过案发地 宗赫彻彻底慌了 提醒清晰不要在私下调查 他自己会解决一切 社会所调查到 综合的眼泪中 还有一种可以产生红色素的细菌 一般存在于动植物食品中 要不是因为这种细菌 宗赫的尸体也不会被发现 另外 包括尸体的石膏碎片中 检测出女人的指甲 这就说明 凶手很可能是女性 难不成是宗赫的恋爱对象 清晰找到宗赫的好友东俊 听说两人关系疏远 他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东俊表示 他们并没有吵架 只是宗赫突然不理他 而小姨口中的神秘女友 他从未听说过 另一边 这位在走廊上看到 一位女同学站在宗赫的课桌前 扑得很伤心 结果询问才知道 女孩恩时是美术班的学生 也是宗赫的神秘女友 两人谈话简 真语趁机拿了女孩一根头发 但检验结果显示 与石膏里的指甲不是同一个人 警方抓捕了两个不良少年 听说他们曾打过宗赫 一开始 两人并没有如实交代 直到庆熙故意说 宗赫是因为遭受暴力才死的 两人立刻被吓蒙 马上交代说 他们收了东俊的钱 才会跑去收拾宗赫 东俊向警方坦白 他嫉妒宗赫能得到恩时的爱 所以才会找人揍他 发现心中的不满 但他并没有杀害宗赫 案发当时 他在图书馆看书 有监控可以证明 清晰看了江老师的审讯视频 发现他下职活动不便 可之前明明能正常行走 由于江老师的不在场证明 没有得到证实 剧警官派手下插了他的底 原来江老师是被强制掉到 现在的学校 因为他在之前就职的学校 事先对男同学性骚扰 男同学不堪受辱 跳楼自尽 家长为此闹得很凶 学校虽然没有证据除愤江老师 但还是将他调到别处 剧警官猜测 也许他对宗赫做了类似的事 宗赫不从 便杀人灭口 但他的猜想很快就被推罚 宗赫鱼还当晚 江老师确实在公园喝酒 这一点恩时可以证明 因为案发时 两人就待在一起 恩时因升学一事烦恼许久 便跑去向老师请教 两人一直聊到深夜 江老师告诉清晰 男老师和女同学一起喝酒 这种事传出去 好说不好听 他为了保护恩时 才选择向警方隐瞒此事 没过多久 剧警官手下也找来这里 他们对江老师的房间进行搜查 结果发现不少综合的画像 江老师急忙解释 说综合是自愿当模特 他没有使用任何手段 话说一半 江老师突然剧烈咳嗽 甚至出现卡血的症状 郑宇拿着他用过的手帕前去化验 发现一件惊人的事 江老师的身体虽然是男性 但他的染色体却是女性 证明判断 江老师是个双性人 他们在出生时 医生会让父母选择 其中一个性别进行手术 江老师就是如此 虽然保留了男性身体 却呈现女性化特征 石膏里的支架就是江老师的 他之所以会可血 以及关节不适 都是服用大企量男性激素造成的 无论他如何掩盖 都改变不了基因是女性的事实 所以才会对男性产生好感 为情杀人也是有可能的 这么说来 恩时为他提供的不在场证明 也许是假的 江老师解释说 支架有可能是在 搬运石膏的过程中 不小心弄断的 看到他拒不认罪 警方拿出被他删掉的短信内容 案发当晚 宗赫约他在美术室见面 看到这些 江老师一言不发 清晰见状将话题影响恩时 就在他准备交代一切时 江老师抢先一步 声称恩时受到威胁 才会作伪证 而他之所以杀害宗赫 是因为对方不愿意 接受自己的感情 他一时情急 才会痛下杀手 没这么简单 宗赫早在一周前 就注销了手机后 那条短信明显是 有人冒免定期 而警方从江老师家里 搜出来的话 颜料竟然都没干 看起来像是刚化的 由于此案有众多一点 警方再次对三人进行审问 据警官叙述了案件经过 江老师收到宗赫的短信 来美术教室复员 但宗赫的手机 已经在上周注销 真正的发现人 其实是东俊 他利用宗赫 每周三在美术室练习的习惯 江老师骗去那里 然后发信息给恩时 还让他撞破两个的关系 说到这里 郑宇突然询问恩时 是不是他杀了宗赫 郑宇在上次审讯时就发现 恩时一直在揉眼睛 这次直接戴上眼罩 检查后才发现 他跟宗赫感染了相同的细菌 这种细菌经血液传播 也就是说 他在杀害宗赫时 血液尖到了眼睛里 江老师为了帮恩时隐瞒 故意将自己的指甲混入石膏 万一事情败露 他可以替恩时顶下杀人罪 至于房间里的那些话 也是为了给自己制造杀人动机 证据摆在眼前 恩时没有再继续隐瞒 那晚他来到美术室 看到两人单独待在一起 再加上老师是个有前科的人 恩时的第一反应是 宗赫被老师骚扰 他气愤的拿起磕刀扑向老师 但是被宗赫拦住 宗赫让恩时认清现实 主动的人是他自己 就算没有江老师 恩时也没有任何机会 听完这些话 恩时气急败坏 失手杀死了宗赫 免然将宗赫的尸体裹上石膏 摆放在展览圈 喜欢宗赫的人 连手宗赫喜欢的人 解决了宗赫 你品 你细品 其实江老师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为了维护宗赫的声誉 他一直隐藏自己的感情 没有接受宗赫的爱意 他唯一的错误 就是用不正当的方式 保护了自己的学生 江老师被调离之前的学校 起因也和这次一样 虽然他刻意避开 但还是会发生悲剧 所以他才会扛下所有罪行 不让学生受到伤害 这也告诉东京二人 他是个自来犬家 左撇子 这是一出生就注定的 没有其他原因 宗赫和江老师也是如此 对待像他们这样的人 我们要做的不是嘲笑和批判 而是理解和接受 夜里 宗赫打电话给庆熙 说是有重要东西给他 但庆熙来见宗赫时 他已经被人杀害 要给庆熙的资料 也被神明带走 神策第三十七案 到这就结束了 不同的染色体 造就不同的性别 这是从一出生就注定的 但有些人却要重新选择 赋予自己新的生命 无论哪一种 都不是错误的存在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